早安啊 探险家们 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苹果嘉年华即将登场 我们可以一起享用好多美味的苹果干 好耶 还有新鲜现榨的苹果汁 再来我们会玩点点苹果大赛 第一名还可以赢得好好吃的苹果派哦 多多 什么是点点苹果 我不知道 不过如果那是个比赛 我们一定会赢 你们两个先去查看 第一批采收下来的苹果怎么样了 我们要先吃一块苹果派当午餐 下午茶再各吃两大块 瑞吉 嘟嘟 这是瑞吉啦 哦 天哪 苹果全都碰伤了 碰伤的苹果 如果没有了苹果 我们只剩下加点火 冷静一探请家们 我们可以把碰伤的苹果拿来打果汁啊 碰伤的苹果 我知道瑞吉有没有看到什么 瑞吉 鼓励吗 鼓励碰伤的苹果 不是 瑞吉才不会做出那种事呢 他是我的朋友 绝对不能信任没有羽毛 只有皮毛的生物 没错 它们会毛毛躁躁 惹出很多麻烦 那不公平 别乱讲 小老鼠小麦只有皮毛 但我们都信任它 也许是小麦弄的 可是它小到连苹果都拿不起来 那一定就是瑞吉 没有错 不可以任意指控别人呢 这些碰伤的苹果也有可能是意外造成的 好了 大家先把云圈整理干净 再举行嘉年华